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门前的这一条路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堵车状况的一个缩影 我们这个路叫人大北路 我们凤凰会馆在北京海淀路165号 人大的北门这个地方就这条路 我们开车上班的同事 假如说用一个小时到公司的话 半个小时就花在桶子这条路上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这条路 它也是一个堵车情况的一个缩影 我真的是很诚恳的呼吁我们这个交管部门 我都每次堵在这里就百思不得其解 它这个路窄的地方 这条路窄的地方大概能并行走两辆车 对吧 宽的地方能并行走三辆车 那么已经这么窄的路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在路边划停车线 就是说它还能停一溜车 那么能停一溜车了以后你知道这个车 它还是双向行驶 双向行驶 你这每次堵到什么堵到对头 这真叫堵 你知道经常的就两边 而且咱们中国人民那家伙互不相让 对 好往那一开就停下了 你就然后后头还有 后头无 不是谁都击中难返 你堵在中间哪位的几十辆车 就在前也不是后也不是 没错 几乎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那半个小时大家不动 不动然后你看中国人解问题 先都不动 等着 我有时候觉得反正我不下车 对吧 我等着 终于有人 熬不住了 熬不住了 下了车了 逐个车 你往后退 一直退出街桶子 然后那边过来 周而复始 日日如此 我有一个不理解 比如说我要是管交通的 我说他既然这样 你为什么不把他干脆算个单行道 他单行道 你为什么还要规划 他是个双行 他不是回回你让他堵吗 他是在整个城市的全盘管理中 他有他的想法 咱们有时候说不清 因为我们都看自个儿眼前的事 因为谁都有 不是你遇到这种事 每个人都有一条特心烦的路 没错 对 有时候那路本身不怎么堵 他加了一些设施以后会变得很堵 我们的管理水平 就交通管理水平确实不能算高 咱也别能说人家低 因为我也没管 也许我管还不如人家 我得先这么说 谁当家谁不容易 对 所以做哪行都不容易 可是问题是 因为你讲这个情况 因为你要画单行道 他就像马来讲 他是个很全盘的 对 一个交通流量的考虑 比如说香港很多单行道 对 你不是老说香港交通很好 就像很多单行道 但是你每次设单行道 他不是个别考虑 他不是哎呀 这条路很窄了 我们就单行吧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一定如果在 尤其在城市中的单行 他一定考虑是周边 整个交通流量 比如说这边是这么个单行 那边往回走 该从哪边出去呢 他要有个规律 很多的考虑 都要想进去 你知道我这个磨练车技 我告诉你 比那个鼠道南 还磨练车技 就我这个现在开车 能开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能把俩耳朵收起来 就这俩刀径收起来 就差着一毫微米 这么往前挪 你知道 可是我觉得奇怪的 反而是为什么这么窄的车道 它有这么样的一个停车位 而且我听说这个停车的地方 原来还是收钱的 那收钱 我又问了一下是谁在收 说是有些公司在收的 那后来好像听说是凤凰跟他抗议 说这你凭什么在我们门前 这块地方要收也是我们凤凰收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我就觉得很妙 我最近考察了一下 北京很多地方都这样 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收收钱啊 停车 我们比如说人家说要来收钱 我们很正常 我们就去给嘛 我们也从来不去问 他凭什么收啊 这地方是谁给他的 有许可 后来我就再看一下 这许可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跟你讲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民 我现在就发现啊 我我也了解中国的这个难处 你说中国的难处是什么呢 就是拥挤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我最近上医院 我也是发现 这个大的医院比较中心的医院啊 床位啊 不是说你给不给钱的问题 永远是没有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好比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我就是路上的凯电医院 不就这样 你比如举个例子啊 咱们这条街上有很多单位 包括我们公司对吧 租来的这个楼门口 按说呢你一个楼建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会停多少车 可是中国的很多单位 包括小甚至小区 他规划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啊 永远不够实际增加的这个车位 于是他在自己的院里都停不下 停不下全就都挤到公共空间去 公共街道上面去 那这主要是这个汽车工业发展太快 而且中国人呢 这会儿有钱可以买车了 北京的这个车确实发展太快 这最近你看提高停车费以后 虽然有很多矛盾冲突 但是我看报纸上说提高了效率12% 12不12我不管 我有感觉就是说在城里就舒服了 开车稍微快一点了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500万辆车 你往哪停 500万辆一个车也正经站个10米8米呢 它因为前后还有空档嘛 这么大的面积啊 你往哪停 所以晚上我们家那条街上晚上所有车都没盘 因为不许停 他贴条他就把盘卸了 有一回我去晚上就朋友家里头啊 挺有意思 在回龙观那头 他一个小区里头 然后晚上朋友们开车说走吧 半夜里的啊 开车走 一走在那个停车场走不了 怎么回事 他这个停车场的门口呢 就停了一辆车打横着停车 挡住了路口 后来下车问怎么回事 这个保安也有意思 保安拿他没办法 说这个人本来这停车场有个他跃租的车位 他的跃租车位给人罢了 他不高兴了 他就把车挡在那了 挡住了整个停车场都走不动 所以你知道北京就有这暴脾气 我跟你说 我手机打新门上 看一姐们 你瞧北京的这个姐们啊 这个豪放女 说日前北京一名陈姓女子 凌晨凌晨 在酒吧喝完酒之后 出门便飞起一脚 把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法拉利轿车踹坏 然后就是他飞起一脚之后啊 经鉴定这一脚啊 这姑娘这一脚啊 造成轿车左侧驾驶室 左侧驾驶室车门 铝汉板金 前保险杠损坏 维修费用三万余元 陈某最后被警方抓获归案 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受审 他表示认罪 但是说不是故意所为 朝阳法院鉴于陈某资源认罪积极赔偿 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拘役5个月 就是喝大了出门看你一辆好车 光就一眼看了那么爽 给踹出去 这玩意儿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所以这一方面呢 是我们地少人多地少这个车多 是有这个客观条件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就觉得咱们还真的不是个专业型的社会 你很多事情你就发现 他的问题咱们老爱说道德败坏 可是其实要照我觉得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 就是你没有一个专业的衡量标准 比方说你知道今天出一个事挺干嘛的 珠海一个民办的幼儿园被曝光了 曝光什么呢 苛扣儿童伙食费 你说离职的会计出示你民办幼儿园 说这个园子每个月收家长的伙食费 就给孩子这伙食费收6万多块钱 可是实际支出连1万块钱都不到 这有点太狠了 每个孩子太多了 每个孩子每天平均吃的还不到1块钱 你知道该园一个厨师透露 做300多人的饭 每4天才能用完一个矿泉水瓶子的油 你知道吗 然后这孩子吃的太健康了 这孩子一个鸡蛋 一个苹果要分成4份和6份 一个鸡蛋分4份分给4个孩子吃 一个苹果切6半分给6个孩子吃 孩子每一个孩子回家总说饿 很多家长知情之后心疼的流眼泪 现在就已经就说是整改 就说你太孙子了吧 你把孩子给饿成 因为孩子没法说嘛 是吧 没法说 回去说不清楚 幼儿园孩子最好欺负了 过去 过去这是个大事公事的 过去私事就是 那个那时候我在单位 我们单位有个女的特喜欢孩子 然后从老家故意保姆 还是亲戚 那时候吃水果很少的嘛 或者花不起钱嘛 买一个苹果 每天说给孩子一苹果 那保姆自个儿先吃大班 吃吃完了的刮一刮给孩子吃 后来很就很长时间才知道 知道以后啊 他就胜哭了 难受啊 说说不是钱的事 说整个这个过程才让人生气 你说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老讲这个 我说中国这个保姆问题啊 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包括医院里现在这个 培护这个这个护工问题 你看就像刚才马先生说的啊 就说这个保姆 咱就说这个月嫂 月嫂 我们有一朋友在香港生孩子 现在也不让了 但那这在香港生孩子 我就跟你讲就是 香港人也许还有抱怨 可是我必须说香港的这个保姆 这个月嫂 他比大陆的 那专业的那 我跟你说那是那是原始共产主义 和真正共产主义之间的差距 你看这个月嫂 就可见不是人的之过 这个月嫂是北京人 几十年前也是从北京去的香港 但是在香港 也许他的工资是比北京的保姆要贵 可是他一旦当到了这个保姆 首先是有合约保护的啊 一系列的这个雙雇雇用双方合约保护 然后这个月嫂这个保姆 把这个产妇给伺候的 哎呦那就是伺候的就他还会煲汤 煲的那个 现在我这北京朋友全家人都油光水滑的 你知道吗 最后这个保姆好到一什么程度啊 他干脆就跟着保姆商量 把他从香港带回北京 说你负责培训我们家这几个保姆 你开家保姆学校赚钱算了 这就是专 这就是说 所以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太黑了 这个这个什么 但是实际上另一方面 是不是你说在这种专业化很高的社会啊 甭管你这人是道德高低 你只要做得这个行当 他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整体社会的一个一个进步的过程 对 你今天就说就说就 就这保姆尼给弄回来 搁这时间长了 他也懈怠 因为环境不改变了 他也没这个 比如他被雇主给欺负了 他又没有权利去打官司 他下回就说 那我他妈下回就不这样了 他还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系统上 对 我不认为 我老是不认为人有多大差距 我认为制度有差距 这个咱们想到一块 对 人都没有什么好坏 你制度好 这人就趋向于好 制度坏 人就趋向于坏 你说你像现在这个我们请护工 我就有这个体会 在医院里请这个护工 是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找一些农村来的家庭妇女 农闲的时候就来 他呀 这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约 也不签合约的 今天说来了 就来了 你他因为这个还打起来了 就好像说 比如说说一天干24个小时 一天干24个小时 说多少钱呢 说90块钱 那边说好了90块钱 来了之后呢 他也给你矫情 说90块钱呢 是这个管饭 是管饭 你要是不管饭 我要是自个出去吃饭呢 就得100 把我们给蒙了 其实不是 就是管饭不管饭的90 我们说那好 一天100吧 结果你知道吗 旁边病房的家属 全找我们来了 说你 你怎么哄台物价 你怎么哄台物价 那几个护工 他们都是一事儿的 他们天天凑一块 不伺候病人就瞎聊天 瞎聊天 一说你拿多少钱你拿多少钱 你们家给100 我们都得给100了 对你就 就这种 而且他干不了几天 他说这个不行 我干不动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不可能做24个小时 你想谁能连续干24个小时 他干不了 可是他要挣这个钱 可是他就必须跟你说是24个小时 可是实际上他晚上都在睡觉 你知道你知道吗 你知道护工 你说的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吗 有很多你不一定知 我老婆住院的时候 我去过北京医院 他那个护工是受一道盘剥的 他自己进不来 没错 没错 他还有一肚子怨气 他还得交一道钱 对 他还得交一道钱 然后他就有人会去 有人就会去审查他 看他的技术 是不是经验 我确实碰到有特经验的 真的是 那你是碰见好的了 对我碰到 你碰见好的 就是说还会有人审查 还会有我们那个完全都没有的 我想啊 其实你刚刚说这个人的好坏啊 那有时候其实是个文化影响 就是说同样的人 但是你在活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底下 你周边的人怎么干 你也怎么干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 在北京常常见到那个情况 就是 不是把这个车堵在这个停车场门口 堵在大马路上 你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不高兴了 我们中国人今天常常有这种情绪 就是说我不高兴了 你们谁都别想舒服 对不对 那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具体的制度 你比如说像保姆 荣公这个东西啊 他理论上 现在你说在香港遇到好的 其实是因为香港 他也不一定说好到哪 但是问题是起码大家有合约 你来的时候 大家签一个合约 合约上面非常清晰的 写着每个人的条件 义务是什么 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法律效果的 然后大家就说好了 这个月薪水 你不能够说签了约之后 明天就说又涨价 又怎么样 不行的 这都是清清楚楚的 有整套系统在这里面 你看你像我们家老人 他就容易会觉得 说比如说干了两天 发现你们家离不开他了 坐地就起价 说不行 我要100 对吧 你老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这个人品不好 这就是制度跟环境之间的 一个关系 香港很大的程度 依赖于一个制度 我们过去是依赖一个文化环境 过去古人有一个画很有意思 他就画一个人在那堆土 堆一个小土堆 另外一个旁边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弓箭 这么呆着 他什么意思呢 他说积善如雷土 就是你做好事 一个人积德积善 很困难的 你要堆成山 你得一敲一敲积累 但纵恶如完工 这恶在箭在弦上 只要你的弦给搜 怎的就出去了 所以人学坏比学好容易 那是 你社会要提供一个学坏的环境 他立刻就坏了 其实那些人一来没那么狡猾 没错 他为什么和了跟你玩这个 就是 我现在就发现契约为本 就是什么呢 真的就是说你说这个人 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好坏 本性都自私的 你只要是完全没有任何约束 你看后来我说双方都是一样的 人是趋利的 你顾人的你也可以 明天看着保姆不顺眼 你走吧 我不要你了 我换一个 就是你大家都没有保障 都是很不确定 对 所以需要一个系统 你说外国人就多是东西吗 他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人 但是你看他先有契约 最后遵守契约 遵守成了习惯成自然的时候 那可能就叫道德了 对 对吧 可是呢 这里头呢 放在我们国家 还有个特殊国情必须考虑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保姆 或者是看护 这种东西在香港 我见过很多 他真的很专业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 一套专业的制度 或者至少是有个文化吧 来支持他 如果今天我们要在中国 建立这样的系统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比如说 所有的这种看护老人 患重病的老人 或怎么样 你要考一个照 没错 要有专业执照 你要经过培训 但是这个东西要在中国实行 你想想看会出什么问题呢 就是读一层斑驳 这学校又来先收钱 想来读这个学校 先给点钱 要考照呢 还是给钱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你实际上有些时候 不见得往道德说 就是你这个幼儿园 你像珠海这个幼儿园 你这种幼儿园 是根本不可能 那这 达到标准 这属于政府失职 这肯定是 如果说你一个幼儿园 出现这种情况 那属于 你没有监督他 他跟家里 这个雇佣关系 还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雇佣关系 有时候说不太清楚 你说他给你多干十分钟 少干十分钟 这哪说的清楚 但是你说你把六万块钱的火树费 只花了一万块钱 那就是政府的监管 因为政府应该要监督 孩子都饿疯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我就觉得这种情况 咱们的很多这种市场 你比如说 我们周边 咱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 赵保姆 好 两年间 很多家里 其实都有这个遭遇 两年间换了五六个保姆 那算少的 两年换五六个 最后有一个算是不错了 觉得挺好 安心了 用了半年 结果半年之后 有一天家里发现一个戒指 丢了 戒指丢了 然后就说 种种迹象表明 像是你拿的 这保姆不承认 不承认之后 就报警 报警之后 到局子里一审 好家伙 哪是一个戒指 他老公那皮夹克 六七件 都穿在这女的老公身上 你知道 你是最后一个戒指 没错 偷了半年了 他就不听得 这家人也是多 东西也是多 他丢了都不知道的 他就是这样 你知道保姆 拿你们家东西 都后来跟我讲了半年 他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到 今天顺走了 这东西 女主人发现了 说我怎么什么不见了 他就拿回来了 你说这么 没丢 你知道吗 这半年顺组都办个家 你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道德问题 我觉得制度很难去解决了 它是个人问题 这个我都碰见过这个问题 我的邻居就有这种事 我怎么在香港很少听到什么费用 但是为什么费用那么好 那就是文化问题 他觉得男人东西是很丢人的 无论如何是不能拿 他就不动这根弦 一旦他动这根弦是最可怕的 因为社会上不停地扒冷他这根弦 对 我在想的就是我们现在一定是出了 什么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大问题 对 这个问题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做坏事是很容易 甚至很应该 对 而且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这特可怕 这最可怕 对不对 你要想办法怎么能够发现怒气 欺负人 这都很容易 你请个保姆 请个护工啊 你家属一点没轻松 因为你得他看着病人 你看着他24小时 你还得在这 我们上一代人的请的保姆干什么 都是跟家里一口人一样 对 真是 就是家里一口人 甚至几代人 对 没错 城堡什么都是当亲人城堡 就奶奶 像我们南方广东也是 广东人喜欢请我们一种人叫马姐 那顺德 来自顺德那马姐做饭什么都 马姐 对 马姐 对 他们很多也是请到家里头来 那个地方 就我老家 顺德 专出很多就麻姐 到人家家里头就住下来 然后把这个你孩子养大了 孩子的孩子养大 所以就养大 就基本上就当家人 就是一家人 就一家人 关系很好 现在怎么 这事一去不复返了 一去不复返了 对 你说我就觉得现在就因为都是这个双职工啊 又是什么这这种家庭啊 而且现在年轻人哪像咱们父母那个时候 生个小孩一般都 有没有钱都请保姆啊 可是你知道这请保姆可是我觉得请保姆是当今中国大陆人民群众负担非常大的一个一个事情 就是精神负担精神非常大的负担 但现在呢有一个很很危险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听起来好像说请保姆这事好像好奢侈啊 这你家还请得起保姆但其实不是 你家里看现在所有那么多年轻人的单亲就单独生子女 他这一代人独生子女这一代人 他将来要想办法如果他结了婚有了孩子 他肯定两夫妇都要出外挣钱是吧 要不然的话这个房子怎么住得起啊 这个家怎么养得起 两夫妇都出去一定要请保姆 再过一会自己父母年纪大了 又要请看护 是 然后他要请保姆要请看护 这两块都出问题 这家不就完了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政府要考虑是不是有很多的社会的措施 对啊 我就觉得你加强各行各业都要加强专业培训 你看这故宫这贼 这土贼 技术核量这么低 凸显出你发展的国家 维技术核量就实际上的